我是林宇,也是何家荣 1318集 这老小子可能不相信这些手下 事先把墙打了个洞,逃走了 林宇也是满脸的失落,沉声说道 而且我看到那墙最后是被距离打穿的 所以他身边肯定还有其他的选术高手保护 先生,那你为什么不追啊 栗振声急忙问 那容幻不会玄奏,肯定跑不快的 只要他没有跑出这片住宅 以您的角力追上他绝对没问题啊 我要是追出去了,你们不就危险了吧 林宇扫了一眼栗振声等人,面色凛然 他的狗命和我兄弟的命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再说他已经是必死之人了 就算他逃回了沈汉海,我也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现在不过是让他多活一阵子罢了 栗振声等人听到林宇这话,面色微微一变 接着,沉声叹气,心头酸涩 一时间有一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确实,刚才要不是林宇舍弃,追击容缓 他们几个现在恐怕真的已经没命了 先生,只怪我们没用 不,不成紧紧地咬咬牙,冷声说道,心头愤恨 如果他们的实力能够再强一些,林宇也就不必顾虑他们了 何先生,是我们给你拖后腿了 张老三费力地喘着气,望着林宇说道 直到此刻,我才终于知道 我大哥跟我说的,那句 何家荣可教,是什么意思 是啊,何先生 以前,以前是我们不了解你 冲撞了你,还请您多见谅 朱老四的声音微弱,也冲林宇说道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您的身手不值一提 没有想到,是我们自己,夜狼自大了 您的不顾生死,为了我大哥,二哥 屠杀这么多悬疑门的人 实在是大丈夫仗义之决 他们死,死也值了 嗨,两位大哥言重了 咱们都是兄弟,为齐大哥孙二哥报仇 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只可惜,还是光亏一亏了 我终究没能杀掉荣环 林宇低下头,有些遗憾地说道 众人也不由叹息一声 心头说不出的压抑 是啊,他们流了那么多的血 差点把命都丢上,结果最后还是被那荣环给跑了 事已至此,林宇知道再怎么惋惜也无济于事了 所幸也不再多想 掏出手机给成餐打了电话 让成餐过来帮忙处理处理现场 现在袁赫那么偏袒悬一门 林宇是不能找军情处的人帮忙的 所以他只能找成餐了 他电话打门没多久 一个陌生的号码便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眉头微微一簇 以为多半是容缓打来的 这老小子现在已经逃走了 可能故意打电话叫嚣呢 放狠话来了 林宇一迟疑还是接起来 喂,何长官 我,我是大头啊 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一个喘息的声音 喂,何学长 你,你快点过来吧 我靠,这个什么环身边这个人 那就太他妈变态了 我们,我们百十个兄弟一起伤都支不住他 大头说话的时候 电话那边同时伴随着一阵阵嘈杂的叫嚷声 好像有人在欧斗 林宇听到大头这话 顿时精神一阵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喂,我说那个什么环啊 太厉害了 我们打不过他呀 大头呼吸顺畅了些 这说话也利落许多 荣环 你们堵住荣环了 林宇闻言瞬间兴奋 无比蹭地一下站起身来 迫不及待地问道 在哪儿呢 你们现在在哪儿 你往西北交走 不输三公里就能看见我们了 大头急忙说道 好好,大头 无比拖住他们 我马上到 林宇兴冲地冲大头喊着 心头说不出的兴奋 真是老天有言呢 没想到荣环竟然被大头他们给堵住了 丽震生和百人图等人见林宇如此兴奋 不由有一些意外 齐齐打起了精神 满满期待望着林宇 不知道林宇这是接到了什么好消息 竟然会如此的激动 哼,荣环他和他的手下 被我们引路的大头待人给截住了 林宇兴冲地跟丽震生百人图交代一句 接着一把将插在地上的纯军剑拔起来 真的,太好了 先生,那你快去啊 先生,务必击杀掉这个兔崽子啊 丽震生等人顿时大感振奋七嘴八舌地冲林宇叫道 声音中说不出的激动 本来以为荣环这小子已经跑了 没想到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放心 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再逃走了 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去去就回 林宇嘱咐道 说话间精神抖擞神气十足 先生,我恢复得已经差不多了 能保护好他们 不成,冷声说道 哼 百人图冷哼一声 分明是我保护你 刚才,要不是我替你挡了一剑 你早死了 不成冷冷地说道 林宇见他们俩又斗起嘴来 不由苦笑摇头 二话没说身子猛的一跃 一跳上墙头 朝着西北角方向急速追过去 他身形灵动飘逸 几个纵月之后便以数百米开歪了 随后沿着墙头狂奔起来 果然按照大头所说 在冲到两公里开外之后 他便听到了远处小广场上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叫嚷声 再跑了几百米 他便凭借着广场灯光 依稀能看到广场上上百人 人头传动 尘土飞扬 嘶喊声震天 或许一百人光听起来数量不多 但是亲眼看到上百人围站在一起 那场面仍旧非常壮观呢 林宇冲到广场不远处的屋顶上之后 便看到小广场中间其中一个身影利落的出拳 踢腿招式灵力 而且不遗余力 每一招都带着无尽的杀意 眨眼之间已经放到了三四个人 不过这个人招式看似刚猛 但是浑身力气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而且他的左腿有些迟缓 好似是受过伤 在这个人抬头的刹那 林宇眼神一亮 一眼便认出来 这正是悬一门的上官城 果然呐冤家路窄 林宇眼睛一眯扫视四周 他没找到容缓 心中不由有些忧虑 不过他没来得及多想 一个空翻迅速地掠了过去 手中长剑一抖 便朝人群中的上官城狂奔过去 同时历声大喊着都闪开 他这一声大喊 暗暗加了内息的 众人文言身子猛地一颤 下意识地转头一看 看到了握剑而来的林宇满身鲜血 宛如沙神临世一般 心头皆是一颤 慌忙私下躲避 同时给林宇让出一条路来 上官城看到人群陡然间散去 不由微微一争 也下意识地转头 朝林宇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 等他看清楚来人是林宇之后 他面色煞食一白 神情间写满了惊恐 他似乎没想到林宇 竟然能追到这儿来 毕竟院子中可是金卫率领 这二十多名悬术高手在抵挡他们呀 就算敬畏他们打不过何家荣 但是也不至于被何家荣这么快追来吧 一 再见